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學長的咖啡沖煮攻略 知道很多上班族其實各位可能平常喜歡在超商買咖啡 或是在一些連鎖體系買咖啡是因為 你在上班的時候沖咖啡有很多不方便 譬如說你可能空間有限 或者是說你可能辦公室裡面就只有飲水機 所以你要用來沖掛包也好 或是說要用來沖咖啡也好 會有點空間上面或是在器材上面不方便 所以今天學長要跟大家聊一下 如果你是一個苦情上班族 如何利用最簡單的設備就可以完成一杯很好的咖啡 那今天建議的部分 是我們以各位的抽屜櫃為一個目標值 我們盡量選擇少的器材 所以首先我們就來先跟大家講絕對必要的東西 建議的東西 我們今天不打掛耳包 因為掛耳包它是另外一個主題 我們今天就以濾杯來說 絕對建議的部分 第一個是這個 就是一個濾杯 建議大家雖然濾杯感覺起來滿戰空間的 但是有一個濾杯真的可以做出很多不一樣的事情 所以有一個濾杯是很重要 那學長建議你買02的濾杯 因為我們今天建議使用的沖法上面的水的部分 所以我們要挑戰飲水機 所以呢我們建議你使用02的濾杯 稍微大一點點 等一下水如果很大的話比較好控制 OK 好 這是第一個 那我們可以比較推薦大家的第一個是哈利歐的02濾杯 第二個呢就是冰銅的水晶濾杯 也是02的 OK 那我們待會會以哈利歐來做示範 然後第二個呢就是你的分享壺 建議你可以選用這種有刻度線的 因為你待會在沖煮的時候分水比會比較準 當然你要用馬克杯也可以 如果你要用這種馬克杯的話 你大概就要知道你什麼位置是幾CC就可以了 如果你空間真的很小的話 用既有的杯子也可以 那我們待會用這個 然後第三個部分呢就是 一根湯匙 那這個湯匙呢可以有效的幫助你 讓你即時在飲水氣環境之下呢 也可以沖出很好喝的咖啡 這三個東西呢 就可以完成今天的目標 當然湯匙你要不鏽鋼的啊 或是木頭的或什麼的 其實無所謂啦 就是只要不要你吃飯的時候的湯匙混著用就好了 因為吃飯的時候會有一些其他的味道 容易混到你咖啡裡面 所以建議一個專用湯匙都可以 這三個器材呢就可以完成我們今天的 沖煮咖啡的任務 當然是好喝的 那咖啡粉的部分呢 就選擇就比較多了 如果你真的是很忙碌的上班族的話呢 當然可以選擇用這個 在家裡磨好 磨好以後帶到辦公室裡面呢 就一次用20克的量就可以完成了 如果你是比較忙碌的話 辦公在家裡面磨好 鎖起來以後呢 那一天之內喝完的話呢 影響不會到非常的大 尤其是我們今天要搭配的沖法 是要用攪拌棒的 所以呢 它相對來說是比較不吃新鮮度的 那如果你的空間跟時間上面 還是相對來說比較寬裕一點的話呢 當然有一台 手搖磨豆機 用一分鐘時間就把它磨完的話 這當然是最棒的選擇 或者說有一台 比較小型的磨豆機 譬如像純鮮這種電動磨豆機 也是要一分多鐘的時間就可以完成的 如果這樣子不會太囂張 因為辦公室寄人離下比較尷尬 如果這樣不會太囂張 你還是可以的話呢 也可以用這個東西來磨研磨咖啡 那效果更好 如果沒有的話也沒關係 我們就用這種 立即的帶到辦公室裡面就可以了 那以上的東西呢 都不太需要用到電子秤 那如果希望豆子準一點點的話呢 可以準備一個豆匙 像這個豆匙它一邊是10克 它就可以做一個輔助 那這些東西都不會太佔體積 也不用用到電子秤 那就可以讓你完成一個很好喝的咖啡 OK 那我們器材介紹完以後 今天就用最簡單的設備 就是一個濾杯 一個下壺 然後呢 一根湯匙 好 我們就準備帶這三個東西去沖咖啡囉 好 咖啡粉包進去 那我們今天要挑戰的是飲水機 OK 就這樣 我們去沖咖啡吧 OK 那我們現在到了茶水煎了 那我們現在修的是飲水機 那我們就準備要開始沖煮了 那今天沖煮方式很簡單 就是我們要利用湯匙來做我們輔助 那我們整個沖煮過程會有三段 但整體大概才一分出頭一點點 所以大家不用緊張說 哇 會不會在茶水煎的時間很長 對於一個上班族來說 這樣子的流程其實非常的快速 然後也不會太招搖 OK 那我們就準備開始了 首先我們把我們的湯匙稍微放在你的粉面上 然後稍微讓你的水不會直接噴到粉面上 OK 開始了 然後第一段給水煎 沒關係 讓粉全部蓋過即可 好 攪拌大約15下 OK 確保你的粉都吃到水以後 OK 這時候可以給第二次水了 然後一樣用湯匙擋一下 好 這個時候如果你要酸一點的話 再表層攪三下 要甜一點的話就深層攪三下就可以了 然後等到流完 這個流完大概是十幾秒鐘就流完了 所以不用太緊張 第三次的給水可以給到比較高一點點 因為你最後我們要看一下我們的CC數 那我目標是260CC的時候就不充了 OK 差不多這樣以後的第三段 好 一樣 好 到比較高的位置的時候 稍微把外圍的粉塵 推到水裡面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觀察一下你的下骨的科系度 現在已經到了大約200了 那等到265CC的時候 就把你的濾杯抽掉 就完成這次沖煮了 所以非常非常的簡單 而且只要一根湯匙就可以 讓你的粉塵不至於會被沖散 OK 好 那我們現在大概220 230了 因為這個沖法本身會讓你的層次感會非常正常 就有點像手沖的層次感 不會喝起來就是呆呆的 好 最後260 看我們剩下一點點的水 濾杯杯剩一點點的水 這個時候我們就準備 把濾杯取掉 把濾杯取掉 等它流完 這樣就完成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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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 飲水機沖煮完了 那我們就 這是我們今天 就這個設備 該把東西收一收的 放回我們的沖屁 然後就可以倒到杯子裡面喝了 沒想到 然後濾水機也沖得有層次的咖啡吧 那其實這個手法本身呢 它是參考了一些大神的一些傳統的攪拌法 然後當然要配用的是濾水機嘛 所以它本身雖然看起來很簡單 但是背後的設計上面 其實都經過學長的巧思 那關於研磨鍋的部分 因為我們剛才沒有講 因為每一家的濾水機啊 的可以水到腳都不太一樣 那建議大家可以從手沖再細一點點 如果你平常手沖是4.5 你可能用4 這個方向開始調整 那如果稍微沖起來 覺得它是偏淡的話 就再細一點點 或是如果偏濃的話 就偏粗一點點 稍微做小調整就可以了 那這樣子呢 你就可以根據你的辦公環境 然後找到你最佳的沖煮比例 那方法就是剛才說的 分三段 第一段腳似乎下 第二段腳三下 第三段呢 不用夾喔 把外面的粉刮下來就可以了 OK 那這個沖煮午餐數呢 就進入給大家啦 希望各位的辦公生活 也能夠喝到很好喝 有誠摯的咖啡喔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